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陈 今天的一个网友又系一个电池炉 过来维修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是修过的 上面写的有开机不加热 换IGBT三级对管版电阻 现在是不开机了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电动板 他修了一下这个电源部分 修了一下这个小型的开放电源部分 然后这一块用的弄的有点乱了 我们先把它清理一下 看一下啊 可能就是这个电源部分 这块坏了之后的导致这个开不了机 我们来看一下 在清理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22欧的电阻 大家看这个电阻的脚 他把电阻的两个脚 都焊在这个点上面 这里是飞了一根线 这边也是飞了一根线 都飞在了一起 那就相当于这个电阻两端 短接了 这是他自己在家里修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把这个铜皮的走向搞清楚 他这个飞线飞错了 我给大家测量一下 这个电阻正常是22欧的 我们测一下 这个现在两边的阻值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电阻的 正常是22欧的 我现在给大家测一下 已经只有0.9 我就说已经被他把两个脚接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话肯定是 这个电源是不会工作的 我们先把它处理一下 而且我把这个线处理着之后 发现他这里不仅这一点 接在这个位置接触了 而且这一点 是应该接在这个位置 他把这里割开了 大家可能看不到很清楚 近一点看能不能看清楚 他把这个铜皮割开了 这里有个二级管 这边是接的交流电 正常辅助电源是通过交流电 通过两个二级管整流之后 形成一个半波整流 这里一个二级管过来 然后这个二级管 两个二级管串联 然后通过这个电阻 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 通过这个电阻过来 这边有一个电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个电容的标志 接的电容的正极 就是一个300伏绿波之后 加到芯片的内部三级管的D级 他把这个电阻的 不仅也接到 这个电阻的两端 都接到芯片内部的D级上 而且把这边供电的300伏 这里给断开的 那肯定是不会通电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芯片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电阻接过去 然后再测试一下 然后经过我的检测 这一块没有明显的短路 那么为什么没短路 没有烧回来 就因为他把这个电阻 没有接到这个300伏上 也就是说这个300伏 根本上没有到辅助电源上 他把这个辅助电源和300伏断开了 所以说他就没300伏进来 所以说后面这些元件的话 就不会损坏 我们现在把电路恢复了之后 来加电试一下 好 那么这一块我就跟他处理好了 给他把这个电路当恢复的恢复了 给他焊接好了 我们来上电试一下看 好 我们现在来通电 给大家测试一下 看行不行 这边做好绝缘 插电 通电了 证明应该可以了 然后按一下这个 这个显示已经出来了 现在就是说拿一个锅过来试一下 这个能不能加热 如果能加热的话就已经修好了 这个电磁炉 非常简单 好 我现在找了一个电磁炉的壳子 过来我们把它装好 我测试一下 因为他这个风扇没带过来 所以说我要用电磁炉的壳子来 顺便测一下这个风扇转不转 我们把这个电磁炉壳壳子装好 然后我们放上水 我们通电 看能不能加热 大家可以看 瞬间就已经把水烧开了 那么证明这个电磁炉就已经修好了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陈 每天晚上给大家分享电磁知识和电子维修经验 谢谢大家观看